前DJ Kawaii Won開了一間餐廳 而今日Kawaii就向香港01表示遇到電話騙案 星期六收到一個電話說是附近地盤的人 想在餐廳到訂五天的飯盒 當訂購者選好款式後 Kawaii餐廳員工就開始著手處理訂單的食材 由於食材份量太多所以要預先訂購 Kawaii就向訂購者提出要先付訂金 直至昨天餐廳還未收到 而訂購者還提出叫餐廳幫忙 訂15個佛跳牆每個2200元 幫我訂了佛跳牆我到時會給你們錢 最初職員不宜有詐想幫他下單 而經理就馬上加以阻止 我當中以涉款項數萬元 要訂購者先付訂金落實 當職員再三向訂購者查詢 是否已下訂後 訂購者就沒有影了 Kawaii表示 幸好餐廳有經理加以阻止 否則損失慘重 現在只是訂多了肉類 已經算不幸中的大餐 已經算不幸中的大餐 Kawai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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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waii